向來給人與世隔絕印象的亞馬遜叢林 迎接高科技之後生活有了什麼變化 我正在報告上高速星期的星際網絡 在亞馬遜的海洋地區內地區 紐約時報記者傑克尼卡斯 深入亞馬遜部落 沒想到這篇報導 卻讓當地原住民融為全球笑柄 大家好,我叫Enoke Marubu 我是主席社會的Kat Vanawai 我正在這裏來討厭媒體 有時這篇報導把當地原住民青少年 描述成接觸網路後 沉迷成人影片 懶惰散漫的躺平族 卻沒想到有了網路後 部落領袖也會看新聞 這位部落領袖痛斥 原住民部落看到記者 端出好酒好菜 以理相待 卻是真心換絕情 紐實記者傑克尼卡斯 11號趕緊發布澄清報導 強調報導內容並未暗示 部落年輕族群沉迷情色網站 不過就連新年老闆馬斯克也看不下去 發文痛斥紐實報導沒禮貌 事實上亞馬遜原住民開始運用科技 並不是現在才開始 新世代努力與世界接軌 讓族人過上更好的生活 現在主流媒體卻戴著有色眼鏡 做出傷害原住民的報導 也難怪引發強烈反彈 再來新聞 最後報導